第四位 我現在只是開機而已 我已經感覺這個CPU已經超級無敵燙了 你果真是Intel CPU啊 爆炸燙的手機 竟然可以耶 哇塞,竟然可以動耶 真是奇蹟耶 好像觸控有點怪怪耶 所以這台手機的觸控是只有上 還有上段可以 然後中 所以這支手機觸控已經碎掉了 你看上面玻璃已經碎到炸開來 它只有最上面可以動 然後 它只有最上面可以碰 然後中間段還有一段可以碰 然後它的下面 雖然可以開機 但是它的觸控螢幕已經徹底爛掉了 它就只有上段的某一小段可以用 然後還有中間的某一小段可以用 其他的都沒有辦法觸控 所以 就是它能開機 我也沒有辦法使用這支手機 我們就 好,關機 然後我們就把電池拔掉 哇塞,這個Intel CPU真的是要快燒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把電池拔掉 在後面回到到去 再寫到去 噢,就是一個好問題 就是這個出口螢幕壞掉 我現在連關機都關不了啊 我們就試著強制關機看看吧 噢,可以耶 好啦 分解 就直接把我們的電池排線先把它拔 我們先把我們主要電池排線給它拔起來 就直接把把牛一樣放進去 我們先把 Metal的瓶泥 好 10克 這也是很酷啦 這個SIM卡的排線就直接給它死死 這也是很酷啦 這個SIM卡排線就直接死死黏在這顆電池上面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超帥 這顆電池是2050mAh的電池 這2014年的電池看起來也沒有膨脹 也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單純只是螢幕破掉 所以這隻手機報廢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顆電池丟了 然後我們就再把我們的手機組裝回來 再把電池丟掉 然後再把電池丟掉 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電池丟掉 再把電池丟掉 這就是我來做的 還可以把電池丟掉 再把電池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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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定我們的手機電池去 OK這支 Zenfone 5 手機電池去出來啦搞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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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這裡又是 Zenfone,然後又是 Intel 處理器的手機,這支也一樣是螢幕爆炸,我們來看看這支到底是什麼鬼,一樣它的後面是一個新蓋的設計 這是這支,現在把木封鎖到來,並且有 нужно擁有ickt面再不通, измен,改善了,不通的電腦 假設,因此,先把木封鎖開,現在始終成一樣,這個地方滿著放了,讓一朵快完成 揹い換把木封鎖開,採用脫孔帶,採用放,拔開,採用,拔開 哇塞,一樣的設計耶,蝦咪 竟然是一樣的設計 竟然是一樣爛的設計 這台是Zenfone,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這一支是Zenfone Z00AD 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我們就一樣試試看插個電 看可不可以開機,可不可以用 WTF WTF 那這支手機 這支手機看起來螢幕爆掉 然後重點是它的電源按鍵也故障了 所以不管有沒有電,它也是開不了機 因為電源按鍵故障 沒差,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分解來 一秒鐘 打拍一下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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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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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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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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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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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一大片的銅片可以讓它散熱耶 太誇張了吧 我把箱子切成的紅黃黃黃金了 在裡面走開 這裡就分開了 把箱子切成的紅黃黃黃金了 !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電池取出來了,這顆電池已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點爛掉了 這外面的包裝,看起來有點膨脹 感覺要爆炸了 這個電池外面已經有點膨脹 有點感覺快要爆炸的感覺 我們還好把它拆開來 趕快要把它丟掉 不然感覺有點危險的東西 這顆是2015年 這個是3000毫安時變大了 3000毫安時的電池 很適合 closest 什麼都來濃烈 1個 4個 3個 好 OK,這是我們另外一支的Zenfone,我們就順利把電池取出來啦